醉嫁入營以後 現在很多人喝完酒後都會選擇找代價 但是令到武漢市民魏先生猜不到的是什麼 他請來的代價竟然也是醉嫁 不是吧 過不都行 昨天晚上11點多 武漢市民魏先生和幾個朋友喝完酒出來 想著自己喝了酒不能開車 他專門找了代價司機 當車開到青年路 飯湖轉盤的時候 代價司機占武突然將車停下來 他看到警察察覺他車停了 一停到對頭我就問他 我說怎麼不開呢 他說中午喝酒了 這個回答令到魏先生吃了一鏡 後來警察就來了 所以當時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來了 民警打開車門 一股酒氣泡被移離 民警對駕駛員之謀進行了 呼吸式酒精測試儀的測試 結果為97.6毫克每一百毫升 已經超過醉嫁的標準 民警隨後按規定 張之謀送往武漢市醉酒案件辦理中心 我說清楚我就不開車 那你當時為什麼要這樣走呢 而且你本身就是做代價工作 但是我只是賣錢 占武交代自己是1990年拿的A2駕照 現在是一間公司的專職司機 為了在業餘時間多賺點錢 2015年5月他加入了E代價 成為了一名代價司機 昨晚下午兩點半鐘左右 他和幾個朋友一起聚會 值間喝了兩兩百酒 晚上10點半鐘左右 接到了魏先生的代價訂單 然後是賣錢 情景觀和記者說 因為占武的一事僥倖 自己的飯碗保不住了 還為他人的生命安全帶來隱患 作為一個代價司機 客戶是要求他能夠保證自己的財產 生命安全 那麼他作為一個代價司機 自己又在醉嫁 那這是極不負責任 由你取得很危險 你可以選擇 然後你可以選擇